今天呢是强势务的常见特征与它的形态 本课程啊均日来自于王子老师的四大名著啊 本课店只做教学之用不做商业图也不得对外传播 基金班权力学员要保证做到啊 吃不得和吃不要 一不得代课理财不做资金的努力 二不得借钱长股要做市场的主人 三不得收费建股不要走歪门邪道 四不得贬离他人任何人都是老师 凡本基金班全体学员保证做到是不要 一凡涨停预报不能达到前十名者不要吃盘 二凡茉莉炒股中不能达到前十名者不要吃盘 三凡基金课程中分析奖金的股票不要吃盘 四凡石盘操作刷现自己成绩下降者不要吃盘 心理学员务必做到空仓物进行学习 吸收量学的精华演进石盘亘古 过往案例的分析绝非未来的预期 第一个强势股启动前的特征 首先要知道一只股票如何它是启动 启动前的强势股多为进阶大梯 逐级上行的走势 一旦突破重要的关口 如阻峰凹口等 它就会变为加速上风 尤其是当下六年板块的购物 借助板块的东风 然后是加速上风 比如大家看这是一个刹车换挡 然后有一个上风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形成一个左风 在这里大家看是不是一个左风 它就形成了一个左风 那么当这一个左风过不去的时候 它必然会往下打压 打压的时候 第一长阴短柱 你们看 首先它的手贴是要数量三亿以上 三亿是不是 然后说说说 你们看 说到这里的时候 大家要发现 这里是不是出现了低量柱 第一出现低量横盘 第二来到了黄金线上 是不是 那么这里就很简单了 那么它的右侧 我今天我和你们老同学说了很多 包括新同学 在这个左风下来的右侧 这是左风对不对 左风下来的第一个为刹车 能不能记住 在前面我不看了 在他下低的右侧 找一个刹车 你们看 这是元帅和黄金 对吧 这就是刹车 好 找到一个刹车之后 它的走势必然会攻一波 这个刹车形成之后会攻 只要不过风 它就会再下来 下来踩什么呢 再来换挡 听懂了没有 他一换挡 然后赤阳跟庄 盖音的是零 你看 跳空跳空跳空 那过风 注意 他只要一过风 你只要注意他是真过风就OK了 真过风的特征 第一过不是过回踩不破 回踩不破的右边就会出确认 是阳胜 能不能听懂 真过风 第一是过风以后回踩不破 出阳胜的确认 第二条就是直接零号腾空过 假过风就是低开跌破风底线 听懂了没有 就是跌破这个风底线 那就是看住第一次 我们要等第二次 第二次过风 那叫真过风 好 这里是和大家讲的非常清楚的一个案例 这是他启动前 所以把这个启动前呢 一定要记住 在左风下的第一个围刹车 右侧再来逐机上行 就叫换挡 然后过风就围冲冲 那么理解 你光要知道他是如何过左风的 一定要根基脑靠才能够往上走 好 那再看 下一阵 你们看 那么当他一过左风 你看 当他一过左风 是回踩不破 出了一个零号跳空的确认 这就叫确认过左风了 过完以后 你看 是不是就出了一个背量单枪 是不是一个背量起注 背量单枪 背量单枪加跳空 加零号 那您就可以直接上车了 一上 你看 涨停 这个高亮度再涨停 你想一想 这种高亮度一旦被确认 它是不是还要上 那么理解 一定是过风为冲 要过左风 我们不光要在风下的时候 要提前介入 找到刹车 看到没有 找到这个刹车柱 后面打结下的长阴短柱 打到这个刹车柱 突破 你就采取一阳抗 二阳抗 采取我们的敌因是阳折福建仓的办法 过风 发现它是真过风之后 加仓上 好不好 这就是强势国启动前的一种征兆 你把这个一看点 你看 前面都是百分之低量群 放量成左风 看到 这是不是它的放量呢 放量就成了一个左风 然后左风不过必然往下打结 再等它刹车换挡挡过风 就为冲锋 这就是一只股票 如何进入组成呢 我们如何来勤拿它的 勤拿它 这是强势股启动前的特征 强势股的特征 首先有流股量群 那么强势股的热联板块龙头股 大多符合流股量群的特征 具体标准参考相关的课程 那流股量型步步为盈 首先第一条 它们的左车是不是百日低量群 它是怀孕的征兆 百日低量群是一只流股 怀孕的征兆 十月怀胎一周分年 那么当我们发现它是不是放量了 大家看 是不是在这里放量了 是板后 是吧 板后高音 是说明着这个阻力是高开低走的 什么被动撤退 接在后面说三一 说三一为假跌 那么我们把这个位置里 认为它是不是在收集筹码 是不是 它在收集筹码 那么采用热联板块与掌平板复盘 均可以提前发现它的 结合勤留的三个机会 与战法来参与它 比如你看到了这个阶段 说量假跌 好在这个位置 它是不是又开始了放量 那么它一放量就是左风 对不对 好 接着下来说三一说三一假跌 你们看 回踩是不是做了一个什么 他平衡 这里是不是个小背扬大胆路呀 大家看 是不是有低量柱横盘 小背扬大胆路 一路就是掌停满 这个掌停满之后呢 它来了一个回马墙 那么这个回马墙呢 刚好是掌停满换挡 你看 是掌停满换挡 一换挡 一字板 零号跳空 背量过左风 大家看 这个天机保健 我为什么要大家去参考 现在拍摄了没有 它是不是过风就冲了 在这里是不是一字板放弹了 过风为冲锋 借助板块的冲锋 板块热点的龙头骨 所以它过风就是冲锋 你看刹车换挡 都是掌停满 它强不强 在右侧下跌 是刹车和换挡 都是掌停满 所以一个敢用掌停满起步的装甲 非常的流 接着呢 一字板之后零号跳空 是不是放了背量掌停过左风 门对门呢 户对户 就是康巧 看到了 一个左风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五个板 大家看 它流不了 在这里一共打出来 是八个的掌停 打出了八点板 这就是我们和大家讲的 天宝基建 是我们的周末选谷的一支流票 对不对 是不是我们周末选谷的一支流票啊 当天发给大家有几支高亮柱 记得 一过左风的高亮柱 它成了龙头 那具体的呢 参考我们的课程啊 参考具体标准 参考相关课程 结合其流的三个机会 和战法来参与其中的啊 这个强势股 一定注意 是在热点板块里面里啊 热点板块里面里 寻找我们的流股量型 好 强势股的特征 流股三绝 符合流股三绝的形态 是强势股的常见特征 复盘一旦发现具有流股三绝形态的股票 应该持续跟踪后市 结合战法与板块来参与 什么叫流股三绝 第一 流股三绝 大家要发现 第一啊 它有高亮不破 倍量不穿 跳空不补 三个特征 那么还有 一定要有精准线的股票 如果一只股票没有精准线 它就失去了它的精神 经济神 听懂了吗 你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条精准的黄金线 是不是 然后在这个地方 是一条精准黄金线 好 现在呢 这是第二个精准线出现了 黄金线 黄金工坊线 那么 好 支撑一波上工了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 它左边是不是非常流 大家看 左边非常流 好 一 二 上工了 上工下来 回踩的黄金工坊线 上冰 但这个掌停呢 又行这个板后单枪 对不对 是不是板后单枪 板后的单枪 即使背量处 也是高亮度 那么它攻打左侧 那么就下来要缩量洗盘 你看 三说 异动旋骨 背量穿不穿 高亮破不破 跳空补不补 大家看 这是不是柳骨三绝 大家把这里看一下 这个位置是不是柳骨三绝 高亮不破 背量不穿 跳空步步 这就是我们提前 和大家收听讲过 第一 这个单枪去弄 回踩这个单枪的底 结合量柱的伸缩 那么 我就成功的 力士 勤拿了掌停 我就力向福气的 这个票 听懂了没有 我们一定要学会 比如说 这个地方下来以后 我们复盘 它是因为这个黄金金准线 然后在这里是赤阳 然后形成换党 再形成涨停的 对不对 然后它打到这里来 刹车换党 加油 是不是都是掌停满 1 2 3 那很简单 那它就是一个柳骨三绝 对吧 柳骨好 接着是不是个背量掌停啊 是一个背量掌停吗 背量掌停之后 它会上攻这一阶段 那么上攻之后 它是不是高亮中啊 它又会行踢量或高亮 那后面再用战法来应对它 就OK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这天我在修平的时候 拿出来两个票来讲 大家有没有发现 第一只票 叫什么 一个是湖南宣验 另外一个票啊 是别人背后的 是不是 你看这是提前量 提前预判 就形成我们的这个战法了 好不好 这是我们呢 要平常啊 都进入到 把课程多多的探头 然后要预判提前量 要争取量学的马前炮 好不好 多复盘 多总结 然后熟人生巧 我们要 干什么 立向伏击 用马前炮 用马后炮的 思维和战法 做到来提前量 这就是你 高亮不破 背亮不穿 跳空步步 热联板块强势骨 赤阳跳空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票 你们看前面 它有没有 帮我看一下 第一 左侧是一个有掌停板的庄家 并且是板后假音 高开低走 阻力被动撤退 那么到了这里以后 是缩量假跌 好 假跌以后 你们看 这里有一波消化 他有一波消化 消了下来 主力站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拿了筹码 拿完筹码以后 再往下打 好 注意了 他的奥底 我为什么会讲 这个股票的阳光虫 为什么呢 你们看 一个跳空 对不对 这是个跳空的赤阳 对不对 是零号赤阳过了一位 一个跳空 第二个跳空 大家看 又是一个跳空 那么就来了 热点板块内的强势骨 没有王牌看跳空 分析掌停板的风 他俩风板的情况 量能 于是为了构建 其后的参与 多采用 一线战法 云量波 动态结合 第一个板 它是不是下板量说呀 第一个板 是不是下板量说 所以我就要求大家注意这个票 他只要第二天赶出跳空 那就直接上车 你看 一 二 第三个跳空出现 你看 他是不是连续使用的炸弹 哎 他就使用的炸弹 没有王牌看跳空 跳空的辅助 以及他的态度 对 三个跳空 那就非常强势 所以我在这里告诉大家 他的第一个 他的第一个 是在这里 这是我们的第一种风 他的目标就在这里 第一个风一过 他的目标就到这里 所以你看 一二三四五 六七个跳空 强强势 出现七个跳空 哎 那么就到达了目标位 哎 他一到目标位 你们看啊 他是一个假扬了啊 看懂了没有 高位的驾涨量说 驾涨量平 人家注意 一二三四五六 将近翻了一倍 大家说 是不是应该 波段的先去了 哎 我讲的这里 我讲的这个地方 理解了没有啊 强势鼓 四扬跳空 决定了他的态度 啊 一二三 你就应该上 啊 一二三个跳空 第三个跳空 你还不上啊 哎 一二三四五 那应不应该 在周五去落了 阳光层 也是我们的安定票 所以 你这搞懂了 我在和你讲什么战法 啊 首先找到 左侧 庄家被动撤退 然后下来波段消化 哎 强势鼓 借助我们的 房地产的板块 没有王牌 看跳空 一二三 四五 六 七 好 这是 强势鼓啊 跳空 好 左侧的路 就是主力左侧的路啊 一般右侧会重复 怎么重复呢 你看 他前面是不是很牛啊 第一很牛 第二 是涨停板起步 对吧 但是要注意 他有没有过风 看他有没有过风啊 他没有过左风 那么这一阶段的战士呢 就打不赢了 啊 大家看他打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打不赢了 打不赢了 他就要休走 他就要下来 重新去世 这一下来的 你们看啊 到了这一段消化 消化完左风 就下跌 这个下跌的时候啊 是不是一个涨停板起步啊 是不是形成了涨停板起步 涨停板起步 奥底陶金没有构建 就是因为只有单一的一个涨停板 所以后面里没有它的什么 没有它的这个构建 所以它的空间就有限了 涨停板进来以后呢 就要注意出 大家要注意 这个涨停板形成了刹车住以后 那叫涨停板刹车 听懂了没有 涨停板一刹车 再出次阳或阳盖一 或涨停板 大家说这个股票流不流啊 打到涨停板 你看零号跳空的次阳 流吧 好 一二三四个跳空 流不流 来 一二三四个跳空 来 你看它的右侧是不是四个跳空啊 好 一跳空 它就形成了王牌主 一二三 这就换挡成功了 对吧 换挡一成功 涨停板加油 杀车换挡加油 来 飙升 你看 它是不是又到左风了呀 那它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开板呢 是不是因为左风的人在卖呀 对吧 所以这个位置 左风的人就在卖 那么直接很简单 左侧的路 右侧一般会重复 所以主力左侧 它走不着路 右侧一般会重复 分析左侧构建 识别主力的长路 左侧的连满度 其右侧只要构建到位 一般也会走出强势的航行 这就是我们的规律 把这个一搞懂了 你就啥就懂了 但是一定要 它的右侧下来要有构建 好不好 第一 刹车换挡 首先有刹车换挡 然后待会再上行 目标 目标就是左风 你把这个搞 装家在此处被套 然后再吸手 刹车换挡加油 它的目标就是左风 左风过不了 它就会又会下来 对吧 左风过了 就又是一个波段的 涨幅 这就和大家要 把它非常讲清楚 目标位在哪里 过不了目标 它就会下来 再过 如果再过不了 它还下来 那就成为了一座 非常重要的风 然后你把这个位置 是不是要钉好 是不是 刚才讲过 一个票进入赌声浪 它是不是要过赌风 就会开启第二波 对吧 当然在风下的时候 就要注意 它会刹车换挡挡加油 再往攻赌风 我们也要结合当下的行情 结合综合战法的融通 不要去使用单一金做股票 比如我只做过风的票 这明显也不对 那风下的票怎么做呢 对不对 风下的票也要做 这是一般 它很多票走到阻风的时候 都预阻了 所以我们要学会 风下怎么做 这是一个规律 量价时空 量价时空 研判它的强漏 20%涨停版的股票 注意啊 20%涨停版的股票 结合一加恩战法 运用量度 价度时间的三一二一原理 研判它的强漏 调整时间越短越长 如直接上空 三日内上空 回踩高度越高越长 如踩顶和踩腰 比如啊 这是它一个吸手 打劫 好我们就不管它了 长银短足打劫以后 是不是来那个备量 兼高量的板墙 是不是有一个板墙啊 对吧 那么这就是一个大洋 一二三天踩顶不过 大家说它是不是强漏 一二三日回踩不过 其实踩顶的是强霜 只要这个高量度三日被形成的确认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长庄啊 对吧 那么我们要学会研判 我们关键现在是被新墨 你磨住了 认为这个回踩不破后面就应该涨停 因为它是百分之二十的胖 你就要注意量价时空波斯能量价时空拐 高量不破是不是啊 是不是高量不破啊 高量不破OK 那么来了以后呢 这个地方你们看啊 它又是一个高量度对不对 高量度之后你看前面是三天踩顶 一二三是不是踩腰啊 是不是踩腰啊 它又踩腰又是三天 看到了吗 又是三天 好 现在又是个被量单枪 这个位置是左风 这个位置是左边的左风 大家要学会发现看是美攻左风 好 接着呢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天了 那么周五的时候是站稳了左风 你们要学会发现 它能否真的站稳左风呢 就要密切关注 对不对 关注它能否过左风 那么我们看它的时间周期 一二三 一二三 这是一天两天 大家说这个票要不要继续关注啊 那我们就应该继续来研判它 用一加三战法 一加三战法 一加几战法来对付它 它回踩是不是它的三一位 回踩是不是三一位 回踩是不是踩顶 它是不是个强壮 量价时空 研判 阻力强弱 这里就是我们的加发教育 对不对 您可以去发现 这里是高量不破 高量不破 高量不破 被量不穿 这一看 这个庄家就是个强庄吗 对不对 好 这是量价时空 研判 强弱 三维一动 控盘到位 量柱伸缩制炉 对 它的伸缩制炉 你们看 伸缩制炉 代表阻力控盘到位 是强装控盘的表现 三维一动 结合攻防线 与热点板派 把握临界点的跟装 比如你们看 我们刚才和他讲过 阻力前面留不留 会不会重复 是不是应该看左侧 左侧一看 是不是有涨停板吗 有没有 有涨停板 好 都是板后高音 他都在干什么呢 他在吸醋 好 那么大门在这一边 就往下打了 打到这个地方 以涨停板 作为我们的精准线 你看是黄金柱 以他做是不是精准的谷底线 谷底线来了以后 我们刚才和他讲过 他的右侧下来 形成一个刹车 是不是 突然之间换挡 加油用了涨停板 大家说这个股票留不留啊 他到这个地方来了 很简单了 刹车度 换挡度 加油度 那就非常的牛了 加油用的是涨停板 到了左侧回踩 你看啊 在这两天 你们就要牢牢的记住 这是一个缩 这是一个身 高两组之后 是不是三缩一动缩了一倍 缩了一倍 回踩不破线 长腿踩线 说贝德智阳过了21 来 缩量过了21位 零号腾空就应该 赶 所以神奇之要 也是我给大家选的一个票 看到没有 也是我给大家选的一个票 一个版 两个版 三个版 好 到第三个版 你们发现放高亮 我们先出 好 接着连续缩量 缩三一缩三一 是不是缩了三一 缩完三一之后 出现一个回马墙 那个回马墙 一定是重要的关口出现 这个回马墙的后面 是不是没有过高亮顶吗 他没有过高亮顶 所以他又来到一个阴回马 那我们是不是在后面 关注他能否出阳回马 那我们后面 关注他能否出阳回马 如果不能 大家注意 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 这个问题是什么呢 比如说 到了这里以后 这是一个测 对不对 这是不是一个弓 这是一个测 这就来个掩护去做 掩护的动作很简单 是不是 他就是不过风 能不能理 不过风为掩护 侧远 那么他就会推 他就会推 只要把这条线一破 侧远 退 退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还会护一次 侧远 退 护 推 那一跌破这条线 就叫退了 考虑有没有 就是识别这个阻力 什么叫侧远退护 第一招 不过阻弓 不过阻弓 一掩护 然后不过这条线再攻 不过这个地方 侧远退护 一跌破这个线 他就退下去了 好吧 这是侧远退护的走势 但是我们现在注意点 我们要识别强装 好不好 你看 刹车换挡架 有掌停板 来 三说一栋回踩不破线 两个零号 你看到没有 第一零号 第二个零号直接上 一二三 百高 先出来 回马腔你可以进 大家注意 不过风 就是 一点五个板 好 我讲得清楚了吧 清楚的帮忙扣问一下 不要光听天人书 是不是 要互动 要学会互动 明白就明白了 是不是 不要光听 赤阳的高度 与确认的时间 通过赤阳的高度 与确认的时间 研判庄稼的强容 强势骨急迎赤阳之后 三日内 确认 我今天和大家写了这个 非常明确的 高度和确认的时间 强势骨 急迎赤阳之后 三日内确认 它是为强庄 好吧 三日内 时间越短越好 走势从不脱离带水 犹犹豫豫豫 确认及上功 比如 大家看 这个片是左锋 在这里对吧 好 那么它里赤阳之后 是不是直接确认了 三日确认了 它就攻了一次 对不对 这里攻了一次 好 攻而不过锋 就下来了 下来以后 是不是右侧下天 有刹车 有换打 打劫 出了一个涨停板 涨停板或左锋 出现了假突破 接着呢 长阴短柱回踩 好 你们看 这个地方 是两个大阴处 对不对 好 第一个呢 零号 缩量赤阳 过了二一位 第二天就直接过了阴的司令 第三天直接确认 大家看这个走势 三天为什么装加 为什么装加 你们看啊 长阴短柱 赤阳跟庄 一阳看 二阳干 在第二天就已经过了阴的司令 他是不是属于强装啊 第二天就过了阴柱的司令 第三天来 干什么 第一是左风 第二是这个阴的二一位 直接跳空 那就说明非常的强 他从来不脱离带水 由由于确认其善功 所以我和大家再次强调啊 二阳一定要结合我们的多基因结合 比如长阴短柱 左车有底 对吧 一个基因 第二 赤阳的高度决定的反弹的力度 赤阳盖二一是个金庄 盖四顶是个墙帮 所以要中和结合 然后形成一柱一线 过了重要的光头 大家看是不是二次过左风啊 那这里就是二次过左风 你看二次腾空 二次腾空了 OK 板 一字板 一字板之后放高量 看到没有 一字板之后放高量 应该继续跌 而他该跌不跌 他是不是走了个羊回马墙 那是不是羊啊 价板亮说 来 掌天板的基因是羊 零号腾空 这一个周五是不是直接参与 他是不是越走越强 您看一下 越走越强 那么这个票是价板亮说 周一很难有上车的机会 周一就很难有上车的机会 我现在讲这一段能不能理解 强势股 赤阳的高度与确认的时间研判 这个赤阳是不是直接确认了 以他的时间三日内确认为强 时间越短越好 走势不脱离带水 确认即上股 好 OK 这也是我的案例 叫金粮控股 周末选股 我说给大家选几只粮食股 还记得 周五的就是周末选股 我教给大家 给大家选几只粮食股 金粮控股就走出来了 好 这是赤阳的高度与确认的时间 零号跳空 强势可期 零号跳空因为没有交易 所以叫零号战法 强势可期 零号跳空高开是强势股 是常见特众 你注意啊 是常见的特众 结合量价与板块的移动 把握零件跟装停留 比如 你们看这个票 是一个涨停板之后 是高开低走的被动车队 好 它后面是不是缩量甲电 是不是缩量甲电 缩量甲电以后 围绕着这一个大鹰 坐现场直别筹码搬移 接着在这里 长腿急鹰 长腿急鹰之后缩背应该怎么样 有一句口诀 长腿急鹰说背你要紧跟 跟是跟踪 能不能记住 跟是要跟踪 好 你们看啊 这里的走势和它有什么不一样 一 一羊看 这有没有二羊干 为什么呢 这里一个羊 未有效弹纹 未有效弹纹 应的事情 因为第二天是敌开 看懂了没有 好 你看这一个大鹰 长鹰加长腿之后 缩量甲羊的后面 出了跳空 是不是过了21位的跳空 过了21位的跳空 第三天 是不是一个跳空 第三天是不是又是一个跳空 0号连续上空 你看 一二三 缩量甲羊 过了21后面出跳空 你可以直接进 一进跳空在左鹰时点 掌停 现在背量掌停 然后高量掌停 而这个高量掌停为什么呢 是不是左边呢 都是跳空 你看 一二三四 五个跳空 接着鹰回马枪 鹰回马之后 然后一个极鹰刺羊的板枪 好 那么这个极鹰刺羊的板枪呢 加领号 是不是最强的确认方式啊 是不是最 是不是最强势的确认方式 那么强势可期 直接跳空当顶 所以 你看架板量说 是不是架板量说了 那他架板量说过左鹰了 他就还要进行冲锋的动作 好 这就要记住了 强势股出现的零号跳空 你看 一二三四 是不是非常强劲呢 不要看这样的小小的跳空哦 因为 他是要快速甩掉跟风盘 然后 是一种强势的表现 好 这是零号跳空 强势可期 跳空突破压力位 好 接触扎实 根基脑套 突破压力位 多采用跳空快速突破 就是快速甩掉跟风盘 是强势过的长线特征 你比如我怎么看 这个地方是一条左风对不对 是左风吧 诶 一个左风 回踩黄金线 阳胜镜 你看 是不是一个零号阳顺呢 是跳空阳带小背阳 阳 阳胜镜 零号跳空 是不是出现第二个跳空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第二个跳空 第二个跳空 单枪打左风 那么第三个跳空出来 我们要不要跟装啊 因为它是连续零号 一二三 在这个地方呢 一字板又是跳空 看到没有 一字板又是跳空 然后放出了高亮 高亮不破后势必火 然后在这个地方 打阴阳回马枪 大家说这个庄家留不留啊 诶 我今天跟你讲了啊 零号是最强的一种确认方式 是跳空于关键的学位 关键的跳空是三元联动 自在苍穹 看到没有 三元联动自在苍穹 跳空有倍量柱形成 有阳胜 所以这就是三元联动自在苍穹 诶 你看它是什么反规啊 跨境电商 诶 所以要选择啊 一定注意强势股的跳空 还有跳空它的主风味 你看这个主风味很明显了 是不是 那如果出现的是一个单一的跳空呢 诶 最好和他讲过啊 三元联动自在苍穹 所以前面和他讲过那些票在下面的时候 是不是连续跳空啊 是连续跳空啊 大家注意 诶 不要搞个单一个跳空 好吧 诶好 这是跳空突破压力位 抢势股 折击 三元联动自在苍穹 好 再看这个 你们看啊 诶这个是不是左风味 左风 好 到达左风 那这一段 他在波段吸筹 回踩打劫 然后他的左风在这个地方下跌的右侧 有一个刹车住 然后到这个地方过不了风 就回踩刹车 然后出现了什么 踩线抬头 王牌一键 看懂了没有 好 王牌一键呢 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啊 王牌有了 出现一个跳空 看懂了没有 在左风下出现一个跳空 接着为过左风回踩 他是不是又出一个跳空啊 这个地方是不是又出一个跳空 那这个跳空 是跳空于左风 跳空于左风 然后应不应该折击参与啊 那就应该折击参与 参与以后 所以他的百分之二十厘米的票 第二天跳空也好 只要是他不拉板 你就要走 他就看他的量 是不是放了百高量 那就放了百日高量 那么这里走完以后呢 还有一个战法是什么战法 过风保顶 听懂了没有 然后他在这个地方 如果保顶 就会形成一条风谷线 双向异化 和谷底线重合 然后看他能不能养胜 保顶能不能成功 再来看他第二次 好不好 所以 名牌一旦发现零号 快速突破了压力位 一迅速分析底部构建与思维 则即参与抢势股达拉胜 你看啊 这是他的一个关键的学位 过风位 多次在这里消化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快速拉伸 折其参与 好吧 这是跳空突破压力位的一个特征 过风洗盘 拉伸迅速 首先看 这个票前面也是非常牛 板后假音 回踩到位跌停以后 是不是放量了 放量之后零号跳空 给掌停板刹车 然后下来 这个掌停板有没有被破坏啊 这个掌停板没被破坏 掌停板换挡 刹车换挡 掌停板 然后再掌停以激临沉下 来 这都是什么枪啊 大家看 掌停板 单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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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枪上行 激临沉下 回踩工坊 掌停板 掌停板 过阻峰 掌停板一过阻峰 是不是主神浪啊 那就进行了主神浪 直到这一天放了高量掌停 注意 高量掌停的次日 低开 应该怎么办 不见龙头不动心 不见九阴不出货 大家看是不是九阴出现了 是不是九阴真金出现了 这个地方就是指九阴真金 这一天低开拉拐就要走清了 九阴真金出现 就会开始下跌了 所以我和大家讲过了 在这个地方只要一个峰 他上去的空间 一二三四五六 是不是将近又是一位啊 将近呢又是一位 所以大家再注意啊 详细过风迅速果断 不脱离带水 不犹犹豫豫豫 正昌喜盘 与过风拉升 都迅速完成 那他就是一个抢装 你看 这下来刹车换港加油 飙升 就是掌停板过阻峰 一过主神浪 直到这个地方 九阴真金 就要全部出清 好 这是青海春天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强势鼓 你看强势鼓前面都会有一波拉升 就是他会形成一个阻峰 诶 很多同学 就是在这个地方 发现前面一波了 哎呀 好留这个票 我没有跟上 但是他在干什么呢 在这里构建阻峰之后 再下跌回踩 刹车换港加油 你看 是刹车吧 刹车换港加油 然后过阻峰 当把这个风载过 他又是空间上行 直到他的左边 你们去看 他已经到达了他左边的压力位 所以这个低开拉管轻 这个高量 高位高价高量 叫量学山高 涨幅达标出现的量学山高 叫注意 随时逃走 好吧 随时逃走 这就是量学山高 涨幅达标了 然后量学山高出现了 九阴真金也来了 千万记住要跑 好 怎么进怎么出 我们都要掌握他的技术 高量之后说量确认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高量之后架掌量说的确认 是强装控盘的表现 是阻力 上风意图的体现 结合高量战法 与时间周期折机跟装 结合多基因研判 与板块移动更具有爆发力 前面非常牛对吧 你们看这个庄家前面牛没有啊 牛 好 红肥绿兽 桌量降低 那么到了这里以后呢 然后这里来个零号 跳空过了二位 这个跳空一过呢 借助板块的东风房地产 大幅跳空涨停 对吧 那么这个涨停板以后 形成的是个背量柱见高量柱 你们看这里是不是回踩不破 是不是高量不破 跳空不补背量不穿的形态 接着又来一个涨停板 好 这里提亮住之后 行政架掌量说好 涨停板之后又是一个板枪 它是不是高 高量 高量以后这两天是连续说三一 这个高量破了没有 连续说三一这个高量破了没有 好 那么我们就要注意 这个高量不破 一旦被确认高量不破 架涨量说的形态 它是不是还要涨 哎 你得记住这个底啊 它只要不破底 叫高量不破 然后还有个涨停板基因 对不对 是不是还有个涨停板基因呢 哎 就要注意了啊 结合高量战法 与时间周期折击跟装 结合多基因研判 与板块内容更具有爆发力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发的案例 一天两天形成架掌量说 高量不破 板 对啊 板完以后呢 它后面又是架掌量说 那一确认是不是又要上了 要确认啊 要确认 这是高量做后 数量确认 就成攻击形态 那这就是高量做的核心 哎 一定注意 打压凶猛 启动迅速 呃 强势骨 尤其是热点板块的龙头骨 凶猛打压有节制 二是果断 启动 要迅速 作为时间周期短的回马枪形态 好 前面一波都是一字板 你看 接着的 拿了 拿筹码 拿了筹码打 好 启动 你看 它启动是不是 掌停板启动 一二三四个板 前面四个板 这里又四个掌停 你们说它流不流 前面四个 这里又四个 好 接着呢 回马枪 回马枪打压到位 长银短足凶猛打压 大家看 这个掌停板启动迅不迅速 果断 而有迅速 它很果断 然后快速的怎么样 过左风 你看快速突破左风 成为龙二波形态 直到这一天 是不是应该全部出货 为什么呢 高位出高量 量学山高 放量必逃 如果这天没有走 这个跳空音要不要拉管车呢 那么要知道跳空音在这一天拉管车 好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个掌停 高位长多了这样的高量度 就应该先出后观察 一定借助它的形态 前面有多流 首先成为一个流向 那四个板又是流向 打压要什么凶狠 而且 启动要迅速 急阴四阳凶狠打压 这个长银短足凶狠打压 急阴四阳神父建仓 涨停板起步 龙二波形态 这是打压凶狠 启动迅速 识别它能否龙二波的形态 就是过左风 识别它能够龙二波 就是要过掉左风 就是龙二波 能听听懂了 识别能够再一次过左风的票 它就是龙二波形态 干脆 干脆 所以也是一样的 好 这是打压凶狠 启动迅速 军种控盘 收放之如 来 你看 这条票很简单 洪肥 低量群 放量就涨停 好 背量单枪 接着呢 跳空不补 涨停 板后高量 高量度的识别 低开赶快跑 我还是带句话 好 跑完以后呢 你们看 这个地方是不是金种回踩 低量度来了 背量度来了 然后还是金种回踩了 背量不穿 跳空不补 接着后面再次回踩 是吧 是不是再次回踩 缩量缩量 回踩不破线 涨停板起步 是吧 缩量加小不扬 涨停起步 好 涨停板起步的 零号涨停 连板 连板以后的板后什么 板后的高音 是不是提量度 提量度就常态应该看跌 对吧 常态看跌 所以你要记住啊 精准回踩 收放自如 诶 强装是空盘到位 亮度伸缩自如 架度回踩精准 回踩精准 截足先登 啊 要做到这个啊 就是我们一定要注意了 这个系统课程里面都有啊 诶 回踩精准 截足先登 都是一个空盘的表现 涨停板起步 涨停板是强势股的最常见特征 几乎所有的流股都是涨停板起步 因坚持涨停板复盘 发现首板强势涨停 涨停板过风的股票 分析左手构建 结合热点板块 持续跟踪我们的后市 诶 这个庄家在这个地方 发现没有 诶 涨停板在这里 然后涨停板施工 为过左风 所以往下跌 跌下来以后啊 你们发现 诶 第一辆猪加小贝羊 接着呢 跳空的长腿 是不是跳空的长腿 然后呢 回踩踩顶 踩的是小贝羊 涨停板起动 大家看到没有 涨停板就启动了 诶 这一启动呢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四个板 是不是到左风来了 大家看是不是到左风来了 就到左风 到了左风 架板亮说 创新高 放量回落 放量回落 必须逃 来 怎么发现呢 这些的长腿 大家看 它有没有异动啊 这些的长腿有没有异动啊 这些的小贝羊有一动 这些的长腿有一动 跟踪一动 诶 然后就可以发现 掌停板起步 并且这一天呢 是领号跳空 看懂了吗 诶 是领号跳空的掌停 掌停板起动 第二板放出了什么量 第二板小贝羊掌停 领号跳空掌停 领号跳空掌停 这一天你高开 是左风预阻 就应该注意 这个地方还可不可以介入呢 因为到了左风位 我们应该介入是在这里 而不是在这里 对不对 诶 所以呀 不要认为过左风的票 啊 它在底下 凹底淘金 就会攻左风 攻而不过再撤退 我们要学会 量学十八法啊 不是单一的一个战法 那是不行的啊 好 这是掌停板起步 它什么概念呢 呀 它是恒大概念 是不是 诶 好 集音刺羊 集音打压 与掌停板的 集音刺羊 强行打压拉伸 凶弩而迅速 两极复盘 一 掌停板复盘 二 跌停板复盘 跌停板复盘里面 还要包括长阴短柱 好吧 对 发现集音与掌停板的刺羊 参与强势过后的拉伸 好 你看这是一个掌停板的集音刺羊啊 前面分析 百日低量群 回踩黄金线 杨盖音 黄金线上杨盖音 逢低介入七神经 而这个杨盖音是掌停板的刺羊 大家说 应不应该参与 好 现在第二天 不以量度确认 不以量掌停 不以量一掌停就是跳空掌停 接着到这里去了 这里就自己形成一个风 为什么呢 你看这是一个高亮柱的虚定 是不是高亮柱的虚定 为过左风打压 好 打压呢 它是不是没有破风领线 注意这里啊 第一 这是我们的风 你看它有没有破风领线 这是风 这是掌停板 没有破 形成刹车 好 刹车之后再上风 为过左风 是不是为过左风 来 一道风过了 走过风保里 这个地方 是不是又形成一个阻风 阻风不过 再下来换挡 来 刹车换挡 看懂了 来 我就和你再这样换一条先吧 右侧下跌下来 是不是形成一个王牌柱刹车 先不看这里 右侧下跌下来 是不是形成一个王牌柱刹车 好 刹车工 工而不过左风 来 这是左风 就会回踩刹车柱 来 工 碳 车 碳顶 车底 底 就是我们的黄金底 碳顶车底 出掌停板的基因吃羊 大家说它有没有啊 1 2 3 4 5个板 1 2 3 4 5个板 5个板之后放高亮明就走就OK了 好 所以前面是一个柳项 你看 这里一定要知道前面这一波 是掌停板之多 它有一个柳项 然后等它右侧下跌下来的第二次 能不能理解 我们现在好多东西前面一堆 就是四五个掌停 它没有跟上去 但是它也不看 下面下来就会构建 刹车换挡过左风 刹车换挡过左风 所以一定要记住啊 基因打压 基因打压 与掌停板的基因吃羊 是参与我们的强势主体 假银真阳 随即上功 假银真阳 稍微调整即上功为一个强壮 基因多组合研判 与板块异度是更佳的 大家看 这是一个假银真阳 是不是 假银的后面 是不是三日没破底 三日 对吧 直接跳空 直接跳空 你看 倍量不穿 跳空不补 高量不破 直接跳空掌停 好 一二 到了这里 形成一座风 大家说它前面流流啊 这波流不流 这波非常流 好 那么流完以后呢 我们就注意 形成风 风不过就会下来 是不是要下来 好 消化 打压 消化 然后做了一个刹车柱 你们发现没有 做一个刹车 掌停板过左风 好 那么这个掌停板过左风以后 就形成了梯亮柱 硬不应该走啊 这一天呢 拉了一个恐龙 拉了一个高度 就应该走 这一天跳空音 拉管轻 这个跳空音拉管轻呢 我叫大家注意 虽然量柱是低量 但架柱没有跌 而这一天的上行 属于回调途中的第一个次阳 它上弓没有空间 对不对 所以我就告诉某一位同学 他叫追高 对吧 接着这个次阳出现 这个还是架柱没有跌 又出一个次阳 它还是有人去够 但回调途中的这些细节 都叫回调途中的次阳 包括 这个 听懂没有 这是在回调途中出的次阳 未经过确认 他只是走了一个过风保顶的形态 而未经过确认 那么过风保顶的形态 是他成为一条封骨线 右侧要出现骨底线 不再跌破这条封骨线 要等确认 要等确认 出顶 要出低量柱来了 也要经过确认 保顶 也要经过确认 而他们都是回调的吃阳 听懂了没有 所以周一的动作非常关键 第一低量柱 要进行确认 第二 阳胜 要出小不羊 对不对 要出小不羊 所以这都是 这两个同学在这个地方 一定要经过检讨 是因为你们在回调途中 你就参与了 一次不可靠 和你们讲过多次 两次 他们都有二羊干吗 我问你 一羊干 他有二羊干吗 所以你们都是和阻力在场仇吗 啊 我们看 主要讲的是这里 你看 甲银 稍作调整其善攻 包括板后甲银 稍作调整其善攻 都是强壮的表现 好不好 对 要多精英掩胖 千万不要使忆 使用单翼基因 好 这是一个 引领板块 一动善攻 板块每轮的行群 都有一个领头羊 啊 量学看盘 硬结合异动 收集引领板和三公的强势 持续跟踪旗号的走势 比如 在元宇宙概念 这一天很明显 第一天 是不是我们的湖北广电 封了掌停 问 在元宇宙异动的前面 是否是湖北广电 他封了个掌停板 来 一个跳空 两个跳空 三个跳空出现掌停板 板后弹枪 板后弹枪 数量回踩 不破掌停板的顶 不破掌停板的顶 接在元宇宙异动 再次掌停 大家看 他自救 他是不是刹车换党啊 要跟踪是板块的一个领头羊 而不是去找他一些票 比如说我把这个湖北广电 拉入自选了 他在元宇宙这一波当中又是龙头 所以单枪 我们最高 回踩 没有破掌停板的顶 我就要注意了 这个周五我就收到群囊了 你们看 往上攻一波 零线 再往上拉 这一波有移动吧 这一波有移动 回踩三一波 回踩三一波 我就可以跟进去了 掌停 所以一定要注意 哪个板块要找老大 找引领这个板块的领头羊 而不是单一的 我去找一个股票 哎 元宇宙他移动了 移动个堆 而且我们要找老他 要学会找老大 老二和老三 不要去找些乱七八糟 好吧 这是在分时移动 要发现 谁是这个板块的领头羊 好 立动看盘 跟装剑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 感谢您听 好好学习 天天下转